纯纯家用 到底是买丰田凯美瑞好 还是买大众麦腾好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身边人都有买这两款车的朋友和亲戚 都说自己的车好 我想问问 到底哪个更适合家用 舒服省心省油 毛病少 谢谢了 首先我要问一下粉丝不可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B级车 你会选择凯美瑞还是麦腾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他个建议 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这辆车的发动机变速性 价值感受 车上安全上哪更好些 一旦我们买B级车 肯定逃不掉这两款车 凯美瑞 麦腾 这是非常主流的车型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那么先告诉你 如果是纯纯的家用 不跑长途的话 不商用的话 就买凯美瑞 它更加的变速箱 更加的平顺 而且油耗更低一些 更加舒适一些 那么凯美瑞 是基于丰田的TNG 平台打造的 这个平台很成熟 像这个荣放 汉兰达 这个威蓝达 都是出自这些平台 这个丰田很多 旗下这个车的 都是出自这些平台 但是做供用料是不一样的 那么整台车的 这个A柱 B柱 关键 用上了1500兆发的热身心肛 但是比例不是那么特别大 但是强度是够的 这个大众麦腾 是基于大众的MQB 平台打造的 整台车的AB柱 用的热身心肛 达到了1000兆 所以说AB柱的强度 还是说是 凯美瑞更加好一些 动力上呢 凯美瑞有这个2.0升的 还有2.5升的智安吸气版本 还有2.5升的双清混动版本 麦腾呢 有1.4T EA211发动机 还有这个2.0T EA888 低功率和高功率发动机 就是330和380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选这个麦腾呢 1.4T不能要 因为它是个EA211发动机 大胎发动机 是匹配这些什么 宝兰啊 朗烨液素糖车身的 是不是 所以说买 就得买这个EA888发动机 更加好的一款发动机 2.0T嘛 如果说家庭使用呢 不需要动力呢 选择这个330 低功率的就可以 如果说对动力有要求 选择380 高功率就可以 凯美瑞呢 正常我们家用2.0升的也够 但是动力很弱 如果说对动力有要求好一点 你就选择2.5升 并且呢 不管是这个动力好一点 而且还匹配个爱心8AT变种项 2.0升 那个匹配的是一个CVT变种项 而且里面是钢带传输的 并不是钢链 不可承受高扭矩 反过来这个2.5升的8AT呢 可以承受高扭矩 加持感受更好一些啊 但是动力感受呢 稍微有一点的 CVT变种项呢 它没有任何的动力感受 非常平顺啊 适合于4G待步 很好 那么2.5升的这个双击混动呢 它这个双击混动动力 匹配这个液晶电池啊 这个技术性能很成熟 很牛 早在1997年 第一代普瑞斯车身上 就用上了这个散电技术 刀线带已经翻到第四代了 它有个非常厉害的核心技术 就动力分辨器 什么时候用电呢 什么时候用这个汽油啊 什么时候双击混动驾驶啊 它像一个大脑的指挥着你啊 达到一个接有的目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是你能信用到它的技术 你可以选择双击混动 更加的接有 更适合于家用 四驱待步 非常接有啊 技术很成熟 如果你信不着 你可以买这个2.5升这个啊 这个是非常好 非常不错的 那么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大众这个发动机呢 11888发动机呢 它有丢旧油这个迹象 虽然是不是这么特别严重 但是会有的 不能说每台车都这样啊 虽然比第二代改善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这个几率的 就是说功率数大了之后 10多万功率以后 年轮多了 会有这个迹象 那么相对比有丰田那个发动机呢 它更加的靠谱 更加的皮实一些 更加的耐道一些啊 日系车没有别的啊 什么动力上啊 底盘扎着感都不行 唯独就是个发动机 比较耐道的 这一点呢 是德系车每一车比不了 而德系车每一车的主打是啥呢 动力操控比较好一些 但是发动机的耐道性 它不如日系啊 底盘的扎着感 要比这个开门瑞更好一些 这哪个车如何选择呢 呃 如果说你纯纯的家用 我建议你选择开门瑞 或者是2.5升 或者2.5升这个 呃 松击混动 当然了2.0升也可以啊 呃 价格便宜嘛 是不是啊 只要你不需要动力啊 佛系开车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农用主 如果说你竟然跑高速 商用 那坚决选择这个麦腾 麦腾跑高速呢 底边扎实感更好一些 开起来更自信一些 速度快一些 它稳它不飘 安静效率会高一些 加速更快一些 商用的 而且它的外观更加的绅士 更加的有品质 包括内饰啊 做工用料 德系车的 做车的工艺工匠精神 内饰 凤车的连接做的是非常好的 要比这个开门瑞 更精细一些啊 品供好一些 开门瑞 就是家用的风格啊 居家风格 所以说存存家用 我建议选择开门瑞 如果是不商用的话 完全是可以的啊 那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在来网上的小伙伴 对我说了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